你 你 这巴子还没一撇呢 你这照片快往下摘 有没有班长的样 老师都这么说了 我有什么办法 我真指望不上你 别摘了啊 头儿 你 我可没写那个好评啊 那肯定 咱怀疑谁也不能怀疑你 我是想说 你给个主意呗 这次啊 差班公式是贴出来了 说不下啊 做啥准备喽 来 集思广益 都收拾想法 弄个油漆桶搞他 行 泼得起 炸的车胎 对 往到茶杯里 倒粉笔灰 你们都多大了 怎么还考小学初中那一套 你现在惹恼他 弄解决问题吗 那问题是 咱们以前这么闹 也没真差啊 小师妹 有何高解 你说 他身上那些名牌 是真的吗 别闹 说正声了 我能有什么办法呀 要不你再睡一觉 你早上不是说梦到今天了吗 说不定你再睡一觉 就能梦到什么后续呀 我去上个厕所 老大 上厕所也想想办法呀 怎么样天才 想出办法没有 玉鸣 你要是有时间 就赶紧收拾一下 上别的班去 这次拆班 我唯一高兴的就是可以 跟你老死不相往来了 这么快就认输了 我本来是想来帮你的 你是不是做什么亏心事了 我做什么亏心事了 啊 玉鸣 你心虚了 你做坏事了 让我猜猜 这次的好评就是你写的吧 我你可别乱说 没事 只要你承认 我是不会跟别人说 好了好了 是老子写怎么了 我就知道是你 只有你才会因为别人夸奖了你一句 就迅速倒戈 我就搞不懂了 你们哪来的对班尼体那么大的热情 好评差评这种事根本就无所谓 好吧 既然这样 自诩数理化全年级低的你 干嘛非要跟着我们来文科班啊 我文武双全啊 我哪课都可以轻松虐你啊 况且爷知不在此 我不管学文学理 都是要继承科比一波的人 你什么都行呗 你字写得好看吗 你要是字写得好看 也不会被老师认成是我的啪啪字 行吧 那下次我就不用搅写了 你 我的脑瓜好还体验在我能想出你想不出的不拆班的方法 想不想知道 好吗 玉鸣 你过来一下呗 你过来 你要告诉我你的方法呀 只要你的方法奏效 那我就勉强同意你留在这块儿 你等等 等你等你等着 等你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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躺着 坐这儿没用 都回家吧 我说拆就拆 预备 开始 你们又干嘛 方老师 您知道八学园吗 这是日本作家黑柳彻子 在窗边的小豆豆中描写的校园 这所学校 接纳了许多像小豆豆一样 因淘气而被其他学校退学的孩子 他们不怪 淘气 但是在八学员和小林校长的爱护引导下 成长成了完整 优秀的人 实验班对于我们而言 就是如同八学员一般的存在 很抱歉 我们没有成长成老师们理想中好学生的样子 还是调皮导弹惹是生非 但是我们很庆幸拥有实验班 这十一年来 我们得到了最大的宽容和自由 今天我们意识到自己错把这种爱当成了调皮导弹的资本 对不起 方老师 我们错了 对不起 方老师 老师 下面还有 好 谢谢 谢谢 怎么样 成功了吗 我 如果是坏下去就别跟我说了 成功了 嗯 那个 文笔不错啊 这稿子是你自己写的嘛 有几分我小学时的风采 当然不是 有人教我的 谁啊 你管得着吗 今天早上的账我还没给你算呢 你 你干嘛 保护好开关键 两个人一摔顺手摁开广播台 然后全世界都以为 咱们两个有个情况 欧阳区不都这么演的吗 我跟你说 又没有什么见不得人的话 那你说呀 玉米 你 玉米 你出去 什么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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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是 你的什么情况 我怎么知道 就 去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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啊 玉米 去啊 玉米 走走走走 去 去 快乐 去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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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来来来来 来来来 来来来 各位听众晚上好 这里是红娃语于电台 容格说 我 前一时指引着你的人生 而你称其为命运 而命运的诡调在于 那些改变命运的决定和瞬间 在日记上 其实相当地沉闷平凡 只是当时站在三岔路口 沿见风云牵强 还以为那不过是生命里最平凡的一天 你那边恢复了 嗯 恢复了 那就好 要是因为我导致拆班的话 那我会内疚一辈子的 你笑什么 没什么 就是觉得小说的自己还挺好玩的 好不容易能联系到未来的自己 你就不想问问自己未来过得好不好 有没有车 有没有房 架得好不好 这么好的机会 就只问拆不拆班 我没想那么多 我觉得我现在就过得挺幸福的呀 拆班就是我现在最大的烦恼了 那 我再问一个 我在未来成为业员了吗 成了吧 这么棒 我就知道我能行 因为我昨天晚上做了个梦 我就成为演员了 而且 我还梦到了你说的同学聚会 我还参加了电影发布会呢 你就这么成功了 你还联系我干嘛 其实 我想要你帮我一个忙 我也不知道你能不能帮到我 我需要你帮我找一个人 不 是凶手 是置我于死地的凶手 我 我 我 你又发什么神经 你又发什么神经 你怎么会在这儿 你睡不睡 你不睡我睡了 于明怎么会在这儿 还跟我穿情侣睡衣 你 你是不是想跟我陌生人那一套 于明你冷静你不要这样 嗯 你到底要干嘛 我 我洗澡去了 我和于明是男女朋友 搞什么 你做什么了 咱们把我和于明搞了一下 于明 怎么可能啊 我什么也没做呀 完了 不会是那次广播室 成功了 新的记忆 所以 这是07年新发生的事 真是搞不懂 就这点联系 就改变我万年诞生的现状了 不管怎么样 在我彻底调查清楚 NP3的运行机制之前 你不要再胡来了 听到没有 那 你先告诉我 这次的高雅艺术 进校园工艺篇 我试上了吗 工艺篇 我忘了 你再想想嘛 你等一下 我去找找视频 应该还在QQ空间里 嗯 女儿好 这么厉害 那我可不用准备了 宋大川 不行 这次一定要尽你所能 拿到女主角 不意思 你先给你主角 剧本里的一切都是为了主角服务 包括导演和所有配角 那我 我该怎么做啊 你不是没当上女主角吗 现在不一样了 你要出席不易 要夸张 要懂得看似把东西往外推 但是则去把鞋放在自己身上 夸张 往外推 要把自己身上 要把自己身上 我还推 自己身上 一开始呢 我其实没有想过 我要三五五成 他有一个机会呢 就是我一个朋友 让我跟他一起去试镜啊 结果因为 可能我那天呢 就比较放松啊 比较自然 有那个导演真的就选上了我 果然啊精子一定会发光 真正出色的人 是不会被摆布的 然后哪里哪里 其实我走上演员这一条路呢 是无意当中的 其实我需要觉得我有更多的努力吧以后 你真的不去试镜了 你要是去的话 主角肯定是你的呀 哎呀你不懂 真正的主角是不能主动去试镜的 那不去试镜怎么当主角啊 还等着被人发现呀 你没听说吗 什么辽朝伟啊刘德华啊 都是陪朋友去试镜 一不小心就被心探给发现了 这才是主角该拿着去试镜 什么剧本呀 有道理啊 你可以假装不报名 到时候找借口陪别人去 然后再被导演一眼看中 不是导演啊 看不到拍啊 不可能 真正有眼光的导演 怎么会看不见 在人群中潜在的明星呢 再说了 再不计我也是女二号 是一个二爷 这是我 是一个知道内幕的人告诉我的 保证有效 不过 为了保险起见 我必须要找一个 足够新眼球的搭档陪我一起去 导演看见他 就能多看几眼跟他一起来的舞蹈 你们说 谁最有可能演男主角啊 男主角得帅吧 咱们学校第一帅 那肯定是我男神张鹏飞了 不过他不是咱们搬的 不过他不是咱们搬的 那就是靳雨昊呀 你看他现在的脸 简直就是偶像剧男主啊 旁边又是再配上 他旁边不能有帅哥 只能有我 这个美女 老板 买单 可是靳雨昊现在他太帅了 你站在他身边的话 当然会看不到你的 那不可能 美还是我罪 老板 这小卖部的大爷又出去玩了 让靳雨昊在这收拾烂摊子 靳雨昊睡着了 可不好叫醒啊 买单 他这个样子去试镜真的可以吗 不行 我得找个逼不来 要找一个帅的 但是又没这么帅的 总而言之 就是要找一个帅得恰如其分的帅子 好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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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防防防 好球 好球 进来 进来 好球 能不能要 燃多 给我个三分 你们从bean牙哪吒你了 还有你的嘴角突然的 不打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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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喂 蜜蜜 你怎么在这儿 不好意思啊 可能没看见 海拔差距有点大 有些人的营养 大概都是用来长身体了 难怪不成了 给你 补补脑子吧 这太阳也没打几遍出来啊 这太阳也没打几遍出来啊 给脸不要脸 你的贿赂我收下了 说吧 找本带还是什么事 那个 艺术节的影视拍摄 你打算报名吗 我不知道那个干嘛呀 我们篮球队马上选麻了 我要训练 对那个没兴趣 不是要让你去一点 就是让你和我去一趟试镜就行 耽误不了你走长时间的 灭绝失态让你来做动员工作呀 你应该去找马兴业 冷阳相当他们 我没兴趣 他们可积极了 你本来就是B练 必须要去 别人不行 我就要你 算了 本来也没想叫你的 反正我觉得 我们都觉得 靳雨昊现在比你可帅多了 他肯定能当上男主角 我找他去了 我找他去了 案内试镜几点在哪儿啊 你自己想吧 请感成长 你干嘛呢 是不是又乱放了电脑了 我没事放你电脑干嘛 那戏怎么样啊 要不咱就别干了吧 睡觉吧 送倒在试镜 我还剩一点材料没法完 你出去睡吧 你去哪儿 我去哪儿 我都不放人 我坐吧 要不住 想想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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的 她算 个人 余鸣 难道是他